昨天与古巴的建议战 包括艺人嘉勇杰到场力挺 喊到声音沙哑 陈妍希更是在脸书上po文 说自己一度看不下去 被选一战 中华队最后以14比0输给古巴 就为长发正妹 忍不住趴在友人身上通扑 我们中华队也很强 所以就很谢谢他们 很努力的打车 一度讲到哽咽 正妹情绪激动 高雄也有一名大学生 在比赛结束后坐在地上 默默的落泪 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我真的想到全世界 人都知道台湾的棒球很棒 中华队加油 这一次比中华队 你两个球型啊 你两个球型 好像中华队已经尽力了 不只台湾球迷心碎 在日本东京球场 观赛的球迷也心情沉重 这最重要的一战 艺人贾永杰也到场支持中华队 觉得我们最后所有的人去在一起 然后喊那个台湾加油的时候 我们全场的人一起喊 然后嘶吼 我觉得可以感受到那种 就是台湾加油 大家都在一起 我下次再见 再见 不怕接连轰处安打 拳雷打强力火攻 七局上 中华队落后14分 艺人陈妍希难掩失落 在脸书上大叹 看不下去 不过在比赛结束后 他重振精神 再度PO文 穿赞中华队已经很棒了 虽然无缘晋级四强 但中华队在这次经典赛的全力表现 已经在不少球迷心中 留下深刻印象 中华队最棒 我们失落比赛赢的精神 中华队最后球员我们爱你 中华队最后球员 中华队最后球员 综合报道